强烈台风山陀儿依旧缓慢移动 目前的中心位置在哪里 那么暴风圈对哪些县市会最先构成威胁 请记向主播周又轩告诉我们 好 确实山陀儿台风走得真的很缓慢 而且跟上一报其实路上警报的范围是没有差别的 也就是台中以南地区依旧是被列为目前要警戒的区域 那么预估它最快会是在明天的傍晚就会登陆了 只是说照着这个路径上来看的话 目前气象署认为说它最有可能是在高屏一带会登陆 但是现在路径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 最主要的原因就要看高压还有北方朝鲜 到底会牵引它到哪一个方向呢 所以也不排除更北一点 有可能是会在台南这边登陆 所以明天要持续的关注 而如果说真的如同现在我们所预估的 也就是在明天傍晚登陆之后 预估就会先过山 接着就会往这个东北的海域来前进 而且最有可能会是在宜兰到花莲一带出海 一旦说它真的过山接触到陆地之后 它的结构就会非常迅速的扩散 也因此它就会减弱 预估会从这个青台来出海 只是现在因为整个山土耳台风 它陆续受到地形的破坏 所以有些微的变化 预估它也有可能在明天傍晚登陆的时候 也会来到中台上线 不排除它的结构也会陆续的变化 只是说现在整个山土耳台风 它的速度真的算是非常的归宿 甚至有点类似是原地打转 所以也不排除它对于台湾影响的时间 还会拉长 甚至有可能明天傍晚的这个登陆时间 也有可能会再延后 所以我们都还要再持续的关注 好 那么现在山土耳呢 就像又轩说的 缓慢地在南台湾外海打转 晚间高雄的雨势持续的不断 最新的情况交给宋家娟 高雄在入夜之后 雨势是忽大忽小的 有时候呢 真的雨势是相对明显 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高雄 瑞峰夜市 可以看到呢 其实仍然是还是有一些摊位 也是有营业 但是呢 其实很多的民众来逛街 真的都要大一把伞才能来外出 其实在高雄市区呢 是在今天晚间六点宣布 停止上班上课之后 明天要来停止上班上课 之后呢 入夜之后 其实雨就已经下不停 一直到晚间呢 都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其实骑士们呢 在外出的时候 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 但是也要呼吁一下呢 因为其实目前在高雄这里呢 台风天受到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山陀的台风 也是已经根据气象署的资讯 有发布一些豪雨的特报 像是针对屏东县山区跟台东 是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 而在高雄也是有局部大雨的几率 因此其实现在在路上呢 尤其是在高雄市区这里 都是原来是有一些民众要外出 但是呢 其实在因为这一次台风 有可能会在南部地区来登陆 请民众外出特别注意 专家日故说 山土尔登陆之后的第一集 恐怕会很强 不过再怎么样 只要接触到护国神山 中央山脉 它的结构是一定会被破坏的 再把时间交给优贤 好 即使被破坏 这个雨势仍然不容小觑 特别要看到明天白天来说 这个是在明天傍晚的时候 它有可能是在西南部的近海这边 所以接近这个台南 高雄 还有屏东地区就会非常接近了 但是最强烈的时候呢 预估就是它登陆的时候 整个台风呢 陆续的来影响到南部地区 也因此呢 明天南部 高雄 屏东 还有台东一定要严防 这种短延时的强降雨 而且呢 北部地区可以说是 比较延后的来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 整个降雨的热趋会是先 从南部地区接着 往北部地区来做移动 那么北部呢 影响的范围呢 预估会是到后天的白天 甚至到了傍晚的时候 整个台风才会陆续 到了东北的近海 而且呢 也有可能 整个影响的时间会拉长 所以我们要特别严防的 就是在明天一整天来说 整个台南还有高雄的雨势 会陆续的出现 而今天呢 来说呢 台东还有屏东 整个降雨是因为受到了 东南风的影响 所以呢 一整天来说 都有这种持续性的降雨 甚至也有来到了豪雨等级 而像是明天这些地区 都还是会持续的下 那么像是刚刚我们连线也有看到 包含在台南还有高雄 都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 明天一整天来说 特别是在下半天 当整个台风陆续要登陆 接近的时候 整个风墙宇宙的感受 上面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明天呢 在台南还有高雄 屏东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眼加戒备 那么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好 继续来看山徒儿呢 主要是因为它移动的速度 很缓慢 导致对于台湾的影响时间拉长 而且照着预估的路径 可以说是挑战历史 因为过往还真的是 没有强台从高雄登陆的 一旦登陆直扑南台湾 包括了台南 高雄跟屏东 瞬间有感的强风 好雨会很明显 至于花莲台东 也持续的性的降雨 但是对于登陆之后 要出海的路径 不排除还会有变化 太平洋高越来越强 往西边增强 所以造成过去几天 山陀尔台湾的路径 不断地从东边 一直往西边再做修正 墙台之姿 再加上归宿移动 甚至几乎可以说是原地打转 让它继续吸饱水汽 所带的风雨当然就更强劲 尤其秋天到来 影响台风的因素又很多 提升了这次预报的困难度 这个高空的潮线系统 所以它整个环境的这个导影 导影是往东北的方向拉 所以大概在10月2号到3号 这个山陀尔台风的速度 它才会明显的加速离开 特别是在10月3号之后的原因 就跟北边这个潮线系统 由西往东移入 刚好两个低压系统就把它 把这个山陀尔台风顺利的把它拉走 解析山陀尔路径到了9月30号 可以发现东西两侧都有高压笼罩 导致山陀尔没有导影气流牵引 才会几乎都没有移动 接着从10月1号开始 两边高压逐渐让开 再加上北方有槽线牵引 路径预估才会认为 它会往南台湾登陆 太平洋高压的导影的强度 其实是比较偏弱的 因为高压如果导影比较强 它的速度还有它的方向 会比较坚决 可能就稳定朝一个方向再移动 那秋季因为就是除了高压 稍微比较弱一点点 太平洋高压比较弱 那另外我们还要关注的是 在北方的这个潮线系统 所以有两个因素要考虑 就造成我们在秋 就是在这个9月的中下旬之后 台风的这个路径预报 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会更多 尤其这一次为何高度警戒 因为山徒儿从高屏登陆几率高 罕见的走法确实查不到过往记录 所以说这次的路径 真的是在挑战历史 这个案例是算是这几年来非常少见的 那如果再以强烈台风的等级来看的话 我们查过资料是民国55年的时候 有个叫艾尔西台风 不过那时候那个台风 它是从恒春登陆台东出海 所以在路径上 它是蛮偏南边的 再加上它的速度也比较快一点 跟目前的山徒儿台风的状况是有点差的 那如果说要拿来类比 可能也不太适合 所以我们才会说 就是山徒儿台风这样的情境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虽然气象鼠认为路径从南部登陆后 接着东部出海往北远离 但是气象鼠认为走势存在许多变数 如果说台风它比较弱的时候 就是像它在靠近过程中不断地减弱 不断地减弱到登陆之后 那它可能只剩下一个中度台风而已 那它可能就比较难翻越中央山脉 那这时候它就沿着西部的平原北山 路径还得观察 但确定的是风雨不容小觑 降雨也是有分阶段 花莲台东屏东早在台风还在缓慢移动时 就因为不断吹东南风 持续带入强劲水汽 而台南高雄等南部地区 预估周三晚上中心通过要严防治灾性降雨 这时花东强降雨也会持续 至于北部宜兰等台风登陆之后 雨势会开始增强 直到出海山土而逐渐远离 南部花东降雨就会先缓和 不过北部宜兰周四一整天 还是有可能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有明显降雨 南台湾刚刚讲到的这个台南高雄跟屏东 就是在明天的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会是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就是在登陆前后这段时间呢 风雨会是最大的时间点 因为它整个很厚实的眼墙就会撞到南台湾地区 少见的强大台风直攻南部陆地 预估南部东南部 等到台风核心非常接近 要登陆时风雨会瞬间有感 其实山土而台风在菲律宾 已经造成不少的灾情 最北端的八端岛 铺现了每小时200多公里的强震风 风大到民众误以为有地震发生 你看这风有多强劲 菲律宾北部陆续传出淹水的灾情 因为当地缺乏完善的排水系统 由小学反复遭遇洪水侵袭 狂风呼啸树木歪斜 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岛 开始刮起阵阵强风 山土而台风为巴丹岛带来 每小时最高215公里震风 这使得民众就算在家也无法安心 因为外头雨势超惊人 导致住家阳台开始积水 这次连巴丹岛神掌都被山土而威力吓到 形容自己像是有地震的错觉 山土而来势汹汹 巴丹岛红十字会建筑也传来灾情 外头下大雨 里头下小雨 工作人员头戴安全帽查看 才发现楼梯旁窗簿被枪风吹破 到处滴滴答答 菲律宾气象单位也用超级台风 形容山土而威力 巴丹岛单日降雨量非常惊人 September 30 po yan so over the past 24 hours at nakita po natin base sa datos yong Basco Batanes ay nakapagtala po ng 727.8mm of rainfall 暴雨伴随强风使得外头能见度敲叉 不只巴丹岛菲律宾北部的沿海也掀起长浪 感受山土而威力 建筑物在强风下发出嘎吱嘎吱声响 没想到下一秒 马上有铁皮从天外飞过 然而对灾区影响最大的恐怕还是洪水 菲律宾的北伊罗科斯省河水暴涨 导致多个村庄大淹水 救难人员得冒险在庞陀大雨下 拉出绳索协助居民撤离 画面显示部分村庄水深及腰 但山区地带也不安全 陆续有土石流发生 这次山土而就算没直播 菲律宾北部省份已经因为各种灾情宣布停客 菲律宾人其实对台风 并不陌生 但一些人想起这类天灾 还是心生恐惧 主要因为当地基础设施不足 排水系统老旧 许多地方每逢台风避烟 穷困的地区垃圾堆积更阻碍清淤 菲律宾洪水问题严重到 由小学宛如设置在水中央 学生在不同教室建筑移动 还得客难走过简陋浮桥 但校长无奈说 想签校其实不容易 因为不只小学的位置 整个城镇都经常遭遇洪灾 菲律宾俨然成为气候变迁下 受害最惨的国家之一 不过CN分析山土而台风 未来将转弯直扑台湾 从菲律宾小岛超过200公里阵风来看 民众真的要做好防台准备 不要要以极心 变新闻送回来 好 继续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 以色列对黎巴嫩展开地面攻势了 以色列晚间下令要求 黎巴嫩南部30个村的居民撤离 同时证实以色列部队 早已潜伏在黎巴嫩境内好几个月 现在清楚掌握真主党地到位置 而这波地面行动 就是在针对这些据点打击 美国也证实 以色列地面出兵前呢 有事先告知 以色列真的打进黎巴嫩了 已离边界大批坎坷车待命 在当地时间10月1号凌晨1点48分 以色列北部就是炮声没停过 而这样的轰炸已经持续一整晚 CNN记者连线时就听得到爆炸声不对 以色列这一头还在把更多的坦克往边界送 北部的缓冲区几乎已经全部进空 上空还有军用直升机紧盯 以色列这次出击说是要进入下一阶段作战 并且是经过多次沙盘推演 还要出动散兵 只是以色列说的有限度打击到底是什么 恐怕只有以色列自己才知道 因为以色列之前进攻加萨 也说是有限度打击 结果加萨几乎全区都被移为平地 现在就连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国际机场 都传出爆炸声 冒出熊熊火光 很难让人不恐慌 里巴嫩没一处安全 贝鲁特市区变得空荡荡 还有人忙着为被炸死的亲友送葬 在一堆空袭后的残骸中徒手开挖 还有被波及的五孤孩童 同言同语让人心疼 满街都是流离失所的家庭 小孩露宿街头 短短几天之内就已经有百万人无家可归 而可以逃的都已经逃出里巴嫩 在法国 土耳其 米兰 希腊 雅典各地的机场 都涌现了大量的黎巴嫩公民 有人气愤地向记者指控 拿出手机照片要让全世界看到以色列的破坏 但是现在这起冲突该怎么收场 恐怕没有人知道答案 拜登公开喊话要以色列停手 但问题是以色列这次行动前有告知美国 还获得了美国防长的支持 现在法国派出外长到黎巴嫩 英国也施压立即停火 最担心的就是全面开战 因为连叙利亚都指控遭到以色列空袭 还造成一名知名主持人丧命 现在最关键的是伊朗态度 伊朗说从不引战 但也说不会毫无作为 而此时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非抵伊朗 就怕是两大反美国家要联手 让中东情势更加复杂难测 TVBS新闻 郑和报道 镜头转回国内来看 我国自言自聚的猎豹战车 要迈入量产似乎又多了些变数 因为明年度的国防预算 并没有纳入这一款轮行战车 而是由中科院跟军备局 先动用自有基金试行试造 等到验证通过 陆军才可能考虑批量采购 这份不确定性 原因包括了这款军备的使用定位 目前还不明确 为了军费开源节流 M41D战车 随着五年兵诊规划 迈向全面态换 金门列于守备部队 未来所需的轻型装甲火力 外船由他接棒 国造轮型战车 腰动物口径主炮 搭配射控系统得以打带跑 战术机动时 最高车速突破时速百公里 也具备了对抗30公里穿甲弹的防护力 从性能到适用性 看似洋洋忧郁 魔改的老战车 那M41D的话 它现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是首先它车子已经过度老化 那这个现代化 无论如何都还是会受 它原本设计跟原本的性能规格限制 如果单纯只是需要 比方说快速行动可以进行侦查的车辆 那么战炮甲车在实际服役之后 也许它的构型可以修备到适合这个任务 那如果是进行火力支援 那战炮甲车当然是没有问题 愿景化为实际的关键 终究在于研发经费 114年度国防预算梳理 不见军备局把轮型战车列入支出规划 原因是先前猎豹专案7.68亿的预算 已经全数用在D1D2两台样车 消息指出中科院跟军备局 预计将动之自有和生产基金 一共2.9亿筹建第三辆样车 名目是试行制造 而不是国防部核定的军品研发 在过往陆军的测试里面 在D1跟D2的原型车里面 陆军表达希望车身的高度 能够降到三公尺以下 就是炮塔的顶端 他希望压低到三公尺 因为像D3样车 它是属于车架跟车身分离的设计 各界包括陆军依然质疑3.3公尺的车高 影响整体重心 据传D3样车的改良规划 就是从底盘到炮塔全面降低 不过要让全车高度减少0.3公尺 内部的空间势必也得跟着调整 如果这一改影响了人车运作 势必冲击采购规划 比方说像是诺斯洛普在80年代 自己花钱投资的F20战机 它最后因为没有被采用 也没有办法成功外销就胎死腹中 所以这当然也造成了公司相当大的影响 对 所以这个有它的风险存在 这个东西你注意 是军备系统在promote 它的这个黑熊战车 猎豹战车 对不对 那可是陆军有讲话吗 陆军有说我要吗 你现在用基金投注下去 研发出来之后 你还是不能确定陆军会不会买单 那这个情况之下 可能你的投资就打水漂了 云豹假车家族第一款炮车 名称之所以从黑熊变猎豹 反映的其实是作战定位 一变再变 这个案子是部训部 就是凤山的部训部 他们所提出来的案子 可是后来在 颜德发先生担任部长的时候 把它移到庄训部 就是新竹湖口的庄训部这边 来推动变成轮行战车 角色有点混乱 就是它到底是步兵的支援武器 还是装甲兵的战车 这个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他们认为要有履带的战车 才是他们的玩具 如果一切按照既定规划 2025年轮行战车通过验证 预计将在隔年小规模量产 从外岛优先部署 再逐步投入主战联兵营 前提是陆军届时已经完全厘清 采购需求 国防自主过程不易 也所废不知 成果不能将就 偏偏内部本位思考 有时比外在的威胁影响更深远 TVB的新闻 罗石鹏也不猜不到